在北京上学的易阳迁徙 今年还面临着人生的另一个重要挑战 中考 遇到困难的话 就一定是要心态力的 然后就先把它解开的 就不能说把我侥幸心理 然后一直让他等着等着等着 就等可能等到后面就越等越多 会做的题一定都要去做 然后不会的题 在学校找同学找老师 眼看中考在即 时间越来越紧迫 工作和上课之余 他也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复习 中考地点在迁徙的湖南老家 连日频繁的奔波与巨大的压力 让迁徙扒起了刀烧 即使身体还没有痊愈 他也在争分夺秒 准备着最后的冲刺 再坚持一下 坚持一下 再上网就行 身体虽未痊愈 迁徙仍然回到了湖南老家 准备即将到来的中考 刚刚来到老家 迁徙便来到学校 熟悉考场 睡觉反正也不是那么舒服 如果结果还可以的话 那证明你还确实信我程度 那要看他程度 考个高一的我也不会 就是有那么多人说 你是不应该做这个事情 你其实你主要身份还是学生 你应该去做学生的事情 然后那样可以给大家一个榜样 但是我觉得我们有我们自己想法 我们想去做什么 然后喜欢做什么 我们可以自己坚持下去 希望明天的英语能特别成功 然后加油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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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 白帕市 春天一年 春夜水平浩市 事故现在开始 请同学们做好水 我认为 春天就是 不浪费时间吧 想要去做的事情 必须去做 可能当你长大 就想到以前没做的事情 会很后悔 不希望以后想到之后 会很后悔的那种感觉